吃树的心是快乐的 护生的心是感动的 念佛的心是平静的 不持的心是感恩的 生命电视与您心心相细 接下来请收看菩提系列 各位菩萨 大家平安吉祥 阿弥陀佛 我们现在所谈的话题 有关于听闻 我们在信心发起之后 归于佛 归于法 归于身 乃至受戒 我们都是要靠听闻 这个听闻它是一切的经典 它跟我们讲修学佛法 通通要靠听闻 它就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 无我 我们不要什么都用自己想的 什么都自己认为 所以在听闻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比如说我们归于三宝 只有知道说我们对佛陀发起信心 来归于三宝 但是我们对于我们身处在这个世界上 我过得好好的 我为什么要归于三宝 然后要求处理 这个也是要从佛法 佛陀跟我们讲这个世界上的一些事情 才会知道 你像天 他们寿命很长 他们的娱乐很好 我们人间再怎么好的 再怎么香的 他们闻起来都很臭 因为娑婆世界 他们说我们身边好像粪坑一样 很臭的 所以相对于天来讲 我们在这个享受受用上面 没有他们好 可是我们不知道 因为没有去 那在佛陀他证悟之后 他跟我们讲 我们在三界六道里面 其他邻居的总统的情形 所以我们才会慢慢的清除 那天他有寿命 如果他死了 就是说寿命到死了 要去哪里 他还是在三界轮回 还是在六道轮回 没有出奇的 所以有一次 第四天 他说明到了 要往生了 那他有神通他可以看到 他要到人间 一个做陶伴的人家里 做一只驴子 要投他到驴子里面去 他很苦恼 那我在天上做天王 然后寿命到了 要到人间的畜生道 去当驴子帮人家做工 他想想这个很痛苦的事情 非常的忧恼 那第四天 他本身对佛陀修行 他也很清楚 他想到应该可以请佛陀帮忙 看怎么样来脱离这个畜生道 然后他就到佛陀那边去了 请佛陀帮忙 佛陀跟他讲 你要三自归佛法胜众 这叫归佛 归法 归生 第四天就如法的 在礼拜三宝 然后发心皈依 在他皈依完起来 礼拜完之后 要起来的时候 他已经投胎出去了 到那个驴子的母胎当中去了 他投胎到驴子的母胎去的时候 这驴子可能是因为天人降胎的关系 那驴子被吓到 就把那个柵栏弄坏掉 到处跑 拖着绳子砸坏了很多的东西 因为他们家做抛罐的 所以主人很生气 就拿棍子打他 结果把他的那个胎器打伤了 得是打到流产了 所以这个第四天 他入胎不成 他又回去了 回去天上做他的天王 那佛陀从三妹起来 就跟第四天赞叹 你能够在寿命将尽的时候 来归一三宝 那你这个罪 因为归一三宝的关系 他不会再犯了 所以他第四天也很高兴 佛陀就赞颂他 你行的是非常法 是人家所不堪行的 那你能够从这个生灭法当中去寻找极灭法 那是非常好的 那第四天制造了无常的知药 他是能够改变我们罪福的 解脱我们的心衰的 他能够引导我们走极灭之道的 欢喜奉行 他得到了虚头环 也就是说正出国 也就是我们听闻佛法 要归一三宝 除了发起信心 好药心去修行之外 我们还要发起恐怖的不畏心 不畏什么 这个六道轮回很可怕 你从好的地方到坏的地方去 那是很难过很痛苦的 当然每个人都要好的地方去 所以这个修行就是显得非常的重要 那这个修行 我们把这个三归一 排在第一个实践的一个修行行为 第一个阶段 就是他能够直接的归一三宝 也就是说以三宝为师 以三宝为友来共同修行 所以修行你归一是其中一个 那你归一除了心要佛陀的修行果报 佛陀的修行方法 佛陀的修行伴侣 我们还要知道要出离这个三界 如果说我们没有部位这个三界轮回 没有说我们想要离开这里 那归一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有利 也就是说你对三宝的信心 并不是很清楚很明了 是懵懵懂懂 那这个就是我们要注意的地方 那我们在作为一个人 我们在修学佛法 要听闻佛法 如果你不听闻的话 会有什么事情 这个世界上大概六十几亿的人 可能有一半以上的人 没有听过佛法 你叫他们思维什么叫三宝 不知道 你叫他们思维六道轮回 说不定他也不知道 可能他会知道他的旁边有畜生 上面有天地 地下有恶鬼 还有地义 可能会知道 但是他不知道哪一天 他也要到那边去 去那边受苦 所以我们听佛陀的教法 第一个就是现身能够改变你的行为 你不会一个人独断独行 我执深重 然后去清损到其他的人 那这样子的话 你就跟你在结二元 就出不了这个三界 那佛际里面 有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就是说我们在做人做事上面 如果说我们按照这个社会上的 风俗道德法律 这方面去了解 去学习 可能够了 但是这个够了 有可能好跟坏 好的 你跟他结个好元 结善元 你可能会有好报 坏的 那你结二元 那你就到坏的地方去了 以前有一个人 他说这个国王 统治的 很残暴 很可恶 他治理国家 非常的没有道理 乱来 那这个国王听到这个话 非常生气 他也不要去研究一下 或是找大臣讨论讨论一下 为什么会有人说这种话 他就找旁边的大臣 找人去把他 这个人找来 结果这是一个闲城 把他找来之后 这个国王 他就把他的 背部 把他剖开 挖了一百两的肉 把他切下来 那个人痛苦了 肉被切下来 那但是后来 有人说 话不是这个大臣讲的 他是被淹忘的 被栽赃的 那国王一看 糟糕 这个大臣平常很好 只是他没有去查 这个谣言 讲得怎么样 他就把他的肉挖了一百两起来 他赶快找人就找了一千两肉来 他补给那个大臣 就把他那个伤口补起来 封好 那这个大臣呢 晚上还是一样很痛苦 因为伤口上再压了一块肉 也不是自己的肉 也长不起来 很痛苦 又不能翻身 那国王听到了 就问他说 你真的那么痛苦吗 怎么叫叫了 痛了一个晚上一直这样叫 我挖了你一百两而已 可是我给你一千两 你这样还不满足吗 这样还要难过吗 那个大臣说 大王 假如有人把你的头砍下来 然后再给你一千个头 这样子可以吗 他说他虽然被砍了 被挖了一百两的肉 你给他一千两的肉 没有用啊 他还是在痛啊 因为伤口就是在那里 那世间上的愚人就是这样子 他们不怕后世的因果 他们只要现在做的 我高兴 我如意 我爽坏 我想怎么做就好 其他人痛苦 他不管 就像这个国王一样 他调拨百姓 然后征税 多得一些财物 然后 现在他做的这些事情 把人家都挖下来 想要灭罪 给他多一点的肉补住 可是这样是没有用的 我今天讲这个故事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人世间上 有许多事情 因为我 我职 然后再加这个我所 迁滩种种 让自己呢 寻着自己的感受 自己的好药心 去做 然后不管别人的情形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听闻认法 就会知道 这是有因果的 你伤了人家 以后还是被伤回来的 像佛陀他 以前他为了钱 去杀了他的弟弟 用石头在断崖上面 砸下去把他砸死 现在他成佛了 这个果报还是出来 这个没有报不可能的 只是时间没有到 但是一般没有听闻佛法的人 他就是不知道因果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在听闻这方面 要对这个因果 要能够部位 要对这个出离 我们在三界轮回 在六道轮回 要能够了解 我不要这样子的过日子 我要到好地方去 甚至我要到佛国去 这样子 我们听闻佛法 就会有用 我们归一三宝 我们受戒 就能够好好的 正命地活下来 就不会再造恶因 那我们在修行 除了这些之外 还要有一点就是 舍掉我们贪心 贪心看起来好像是一种 其实它是两种 你有贪心就会有称心 贪心的意思就是说 你想要的你得到了 然后想要再更多 就起贪心了 你想要的更多的 拿不到 那就起称心了 当你想要更多的时候 那是愚痴 所以我们讲贪心 好像只讲一种 其实它是三种 贪跟称两个在一起 不是贪就是称 然后再加一个愚痴 这三种在一起 我们常常做一些 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的事情 或是不知道该如何办的事情 总是让它烂烂地站在那一边 我心态会变这样子 所以我们在这个修学上 三规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要听闻 听闻要知道处理的方法 要知道因果 那再来就要舍掉这个迁滩 那这个迁滩呢 人对这个亲情 这个迁滩 亲情的迁滩 它是比较严重的 那佛事的时候呢 就是有一个老母亲 他只有一个儿子 他生病死了 然后他再把他载到坟墓边停下来 准备要把他烧掉 可是那他母亲呢 他实在太爱这个孩子了 舍不得走 在那边难过了好几天 并难过 并想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我想要有个儿子来养老 结果呢 我先送这个儿子走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所以他也不要回去了 就在那边不吃不喝 已经过好几天了 四五天去了 那佛陀知道了 就带了五百多个比丘 到坟墓间那里 要去看这个老母亲 那老母亲看到佛陀来了 看到微神之光异异 这是有圣人来的 在定睛看 是佛陀带了比丘来 很高兴的往前去顶你 佛陀说 你为什么在这个坟墓当中呢 老太太就讲了 我有一个儿子 可是他死了 就这么一个儿子 我实在舍不得他 我要跟他一起死在这里 那佛陀听了 你想不想要你的儿子活过来 那老母亲一定好欢喜 佛陀是圣人 是绝者 他既然跟我讲一定有办法 他说当然我要我的儿子活过来 那佛陀就说好吧 那你到村子里面 乃至到这个国家里面 跟他要好的香 去拿一支好的香 去人家家里点火 我就当那个香来奏孕你的儿子 让他能够活过来 让他能够活过来 那老母亲要走的时候 佛陀跟他说 你要问看看 他们家有死人的 那个火不行 要没有死人的才可以 那老母亲说 没有死人的家里的火 把香点好带过来 那老母亲就去了 一个村庄 两个村庄 全国走遍了 所问到的都是 你家有没有死人 有啊 怎么没有 我的祖先怎么没有死人 那每个人问到的都是这样的 没有人说没有死人的 那佛陀就说 那个老母亲回来 就跟佛陀说 走遍了群村啊 群国啊 问了好多家 每一个人家里面都有死人 所以我找不到这个火 那怎么办 那佛陀说 从有天地以来 万物生长 有生就有死 生者要求活了 是非常欢喜的 那你为什么要弥漫 那个弥子呢 这么贪爱你的儿子呢 要跟着他死呢 那佛陀跟他讲 爱别离 求不得种种的苦 那这个老母亲听了 心开意解 知道这个无常 而且也知道他这样做是不好的 是不对的 慢慢思维 他正到出国虚头反了 所以我们对听闻这件事情 就目前来讲就有几个方向 就是归一三宝 那再就是知道要出离 再就是要知道无常 就是不要有贪爱 被牵探所欺服住 那我们对这个发起信心 对于归一三宝这件事情呢 我们简单的来讲就是 佛的法身 一切智跟五分法身 佛的修行方法 是我们的遗旨的方法 佛的地址在修行 是我们的道理 那我们在这一方面 跟着大家一起修 那我们要有什么样的心态 我们要能够 好好地发起这个信心 然后让自己欢喜地 永恶地往佛道去 因为你不往佛道去修的话 你不修圣道的话 那你就是修凡乎道 凡乎道就是六道轮回 第一 二 鬼 畜生 天 还有人 这五道在等着你 你就在这边轮回走不出去 所以一定要修圣道 往佛道那边去 那这些你听闻 要能够发起这个信心 你只要听到了 这个佛法它是很珍贵的 它是佛出现了 然后跟我们讲 我们才知道有这个法可以修行 佛陀修过这个法 他跟我们讲 我们才知道 这个法它是这样子修的 哪一个步骤哪一个步骤哪一个步骤 哪一个次第哪一个次第 这样慢慢修的 我们才会知道 那佛陀教了很多的出家弟子 有僧文 罗汉 还有闲人 我们也可以知道 怎么跟他们一起修 那本身就是我们 要有欢喜修心的好要心 这个就是善心 这个善心越纯是越好 有一次佛陀他是一个修行人 他在雪山上面修行 他修得很清楚 很清晰 但是还是没有什么成就 但是他的心智非常坚定 他自求无上正等正觉 可是禅定修了 总是有些迷闷 禅定修了总是有些停滞 那天地是他看到这个修行人 他在想 这个人在山上修很久了 不晓得心智怎么样 如果他没有好的方法修 有再强的心智也没有用 所以这个第四天就想说 我来试看看 他的心是否是坚强的 是坚定的 如果是的话再帮他一点忙 所以这个第四他就变成了一个很可怕的罗刹鬼 到他附近 没有给他看到 但是他用很清晰的声音念了一个记字 他说 诸行无常是生灭法 那这个修行人听到了 雪山童子听到了 诶 诸行无常是生灭法 他好像做生意的人找到私善的伴侣 在路途中私善的伴侣很高兴 好像病很久了 有好要吃了 也好像说在海里浮了很久了 看到船了可以上船了 好像我们非常口渴 口干舌燥的时候 有很好的清水来让我们喝 也好像外面流浪的孩子回到家里了 他非常非常欢喜 仔细地思维这个记者 他思维思维诸行无常是生灭法 好像没有讲完 其实好像只有一半而已 所以他就大处看 问说到底谁讲了 问了半天边走边看 拐个弯之后看到石头脚下 有一个很丑很丑的罗刹鬼 坐在地上 这个雪山童子他问他 刚刚那个记者是问你说的 诸行无常是生灭法 罗刹鬼说 这里都没有人 当然是我说的 那雪山童子问他 还有没有 罗刹鬼说当然有 我啊 那雪山童子要求他再跟他讲 那罗刹鬼说 你没看到我这个样子吗 我饿得快死了 没有东西吃 我哪有力气可以讲 可以去想 哇 雪山童子听到 趕快你要吃什么 我去帮你准备 我供养你 那个你吃什么东西 那罗刹鬼说 我只吃新鲜的人肉 跟喝热的人血 然后这样一听 那雪山童子讲 你跟我讲 我的肉给你吃 我的血给你喝 我身体供养你 让你可以吃饱 反正人难免一死 我死了 我死了 给那野狗野猫吃掉 没什么用 烂掉了给虫子吃掉 没什么用 我供养你 我可以好好的修行 你也可以好好的修行 这样才有用处 可是这罗刹还问他 你真的能够为了 这个半个剂子 来供养你的身体给我吗 我不太相信 可是这个童子他讲 怎么可能不相信 我很坚定的跟你讲 我这个脆弱的身体 我把它供养给你 我可以换取金固的法身 我心意已决 我已经下定决心了 那罗刹就说 好吧 既然你这样 你就用心听着 我就把 另外的半个剂子 说给你听 所以他就继续在说 生灭灭以 极灭为乐 所以这个雪山童子一听 一加起来 诸行无常是生灭法 生灭灭以 极灭为乐 他非常的高兴 非常的欢喜 非常的用功的去思维 然后到处在石头上写 在树上写 把这个记子写上去 写了很多 写到他完全想通了 开窍了 然后他就走到悬崖上面去 跳下来 要给那罗刹鬼吃 罗刹鬼一看他跳下来 赶快变回天地的声音 就把它接好 接到天地上放得好好的 那这个雪山童子 你看 有个天王来接他 把他好好放地上 他一看一看 非常非常的安心 那第四天呢 大患天王 就把这个雪山童子放在地上 顶礼 尊重 然后赞叹他 这是佛陀他以前在雪山修行的一段故事 就是说我们在听闻佛法要有非常踊跃欢喜 然后知道要舍掉一切头目脑髓来得到这个法 得到这个法 我们是修行到无上正等正觉去的 所以我们在听法的过程当中 也就是在文法的过程当中 我们一边听也要一边的思维 就是说我们这个法呢 是佛陀出世讲出来的 虽然这个法一直都在 这个无常都在 日夜变天 风雨顺变 白天晚上 四季分明 无常到处在 可是我们没有去想到说无常跟我们什么关系 我们这个身体也在无常 所以这个法由佛陀很难得的机会出世 就是视线给我们 给我们知道 告诉我们 我们应该要把它看得非常非常的珍贵 做真宝来想 来听 仔细的听 仔细的想 这样子可以实时的增长我们的慧 就是我们的智慧 慧眼 会一直增长 打开 对于这个世界我们看得更深入 更明晰 做我们的眼目 那这个法呢 像三规一所说的佛陀的一切智 它能够明了一切法的法相 它能够在明了一切法的空性 而且平等地看待一切法 它有这种一切智 然后它也有它的五分法身 它从戒定慧 解脱 解脱之间 来熄灭它的烦恼 来进所有的烦恼境为止 我们的慧灵就是从这样子生出来的 从信仰佛陀到它的法身 到我们听闻佛法 我们这样好好的专心思维 难遭难遇 它这样就帮我们把智慧一点一点的打开 所以我们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 智慧它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在发起信心的时候是 信为道源功德母 掌养一切诸善根 那智慧是什么呢 智慧是出世解脱之机 没有智慧就没办法断为祸 没有办法断为细祸 所以我们在这个听闻要有智慧的听闻 这个智慧的听闻就要开启我们的信心 让它在真上 信心我们发起也对佛陀有了 但是我们要在真上 就是说让它能够再继续的深入加强 信心越来越强 越来越多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在这个听闻的理路上 就有多了一个 那这个听闻呢 不止前面这些 我们从这个三归一 归一之后要受戒 受戒的时候我们要发起信心 这些就是我们的信心的一个基本要素 就是四不坏性 对佛 法 生 戒 我们要能够清清楚楚的去了解它 那对这个四不坏性的建立 我们在生活上的实践 你懂得戒会远离烦恼 懂得戒还会离开烦恼 懂得戒会熄灭烦恼 因为戒文 戒条 戒律 它本身就是律 它让我们的生 语 意 能够往清净的方面去发展 清净的方面去实践 不会随着烦恼慢慢的乱走 慢慢的增长广大 所以戒律这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跟三宝在一起 要确认 要非常确确的信任 不要去怀疑它 等到我们这四个信心充分了 那我们很多事情 就能够非常清晰明了 明了什么呢 阅历 我们明了这个阅历 就会像这个心态 会很积极的 像阳光一样 光明无量 走到哪里就照到哪里 照到哪里 哪里就亮 那这个心态如果是消极了 就是我们灭的阅历 不明阅历 不管阅历 那这个消极人就会像月亮一样 初一到十五每天都不一样 但是都暗暗的 它不会明亮 但是每天不一样 为什么 它随着外面的环境在做变化 它不发光 太阳就有发光 那我们这样子的生活上的态度 去面对事情 我们就会有种种的满满的希望 跟光明 也就是说我们会知道改变 会知道去实践 会知道去安冷 然后来调整我们的心态 那这个业历呢 不要想说我靠着主产 我可以好好的过日子 这个就好像那个消极人一样 只是靠人家的语音 我靠着某某人的群势 我可以好好的工作 也不要这样想 你应该靠你自己对你的能力的明白 你可以做什么 你想做什么 你需要去做什么 这样你业力就会清楚 在以前佛陀战士的时候 有一个国王叫波斯逆王 他在五岁当中 他听到他宫中的两个大臣在争辩 他们争辩的原因是什么 一个人说我们在王宫里面生活 我们的衣食住行都是国王给的 我们是依着国王活的 我们要好好的尊重敬重国王 我们要好好的在这里安住 侍奉国王 另外一个大臣说 不是 我不这么认为 我在这里恭敬尊重 侍奉国王 这是我的业力 跟国王没有关系 我的业力让我来这里 不是因为国王让我来这里 那国王边睡边听 他是比较认可说 依照国王而活的那一个大臣的话 所以他就想要奖赏他 他就派人去跟皇后讲 晚一点我会派个人送东西来 送我们的喝的酒过来 你再给他打赏 给他那个重重的有赏给他 所以波斯尼王就把 依他而活的那个大臣找来 说你把这个瓶酒拿去给皇后 那那个人酒拿了要出门去 出去了他流鼻血了 可能生病了流鼻血了 走不了门 走不了门 那走不了门 他就赶快找那个 依自己而活的那个大臣 说你帮我把这个酒送去给皇后 然后他就赶快回去治疗 那那个人依自己而活了 他就把酒送去给皇后 那皇后想到国王有交代 要给他钱财 衣服 殷酪 种种的重要珍贵的礼品给他 那个人拿了就穿了 就到国王那边去了 那国王一看 奇怪我不是叫那个依我而活的大臣去吗 怎么变这个 就把那个依的大王活的那个大臣找来 我叫你送酒去 你怎么没有去 那个大臣说有啊 我出去了 可是我鼻子流血了 没办法止血 没办法出门 所以我就请另外一个大臣去 就是依自己而活的那个大臣 所以国王他非常感叹说 活头说的果然没有错 我们众生自己作业 自己受到这个果报 别人夺不来 那这个善报恶报呢 这是我们作业所成的 不是天王 不是国王所能够给的 所以这个大王他在这里 他发觉到活头所说的是真理 是没有错 所以在这个听闻这方面呢 这个业力 还有这个初礼 还有这个因果 还有三宝 还有信心 这几个是我们要反复不断不断的加强听闻 任何时候 任何的人跟我们讲 我们都应该要好好的接受 因为有跟我们讲话 跟我们遇到一起的众生 我们已经就是有这个缘 才会在这个地方碰面 在这里汇聚 那这里的言行 发生的事情 也都是过去神所造的 在这里现前 我们一个积极的心态 就是不要去排斥它 三规御里面有讲到 我们要遮止的是 执着一切法维持那个心态 我们不是要遮止一切法 就是一切法来 我们都现前接受 现前的应对 好好的结善缘 然后我们不要生起这种心态 这件事情来了 我不想做 我排斥掉 这个叫遮止 为什么遮止 我不想做 我值 这个我值在作税 所以我不想做 我不想参与 我不要 那这样子的话 就是说这个事情现前 其实它就是你的果报 那这个果报你又不接受了 又把它排除掉了 如果它就这样成熟过去就算了 这个当中如果还有加入其他的因缘的话 它成了新的种子 那你等着下次再受报 那没完没了的 为什么我们不排斥一切法 就是果报来了 我们受报了 轻的 重的 接受了 受了 不要再造新业 那这个果报就圆满了 那我们在这个果报圆满的当中呢 我们善心的话 就会有善报 我们恶心的话 就会有恶报 这个善报不尽的说我当场很开心 我当场很欢喜 不是 是当场很明了 我很明了 这是我的果报 不管是好的 快乐的 痛苦的 难过 很明了 很清晰 知道这是我的果报 是这样子 所以在这个修行上 信心 皈依跟听闻佛法 可以分段 可以分阶段 可以分次第 但是它也可以是不同的面向 比如说我眼睛看前方一个面向 我看左边一个面向 我看右边也是一个面向 上下左右都可以 它可以同时在我们周边 它也可以直指的 就在我们前面 单独一个 但是我们就是碰到的这个境界 它是现前的 我们就要如实地去接受它 如实地 如理地来反映出我们的一个 对三宝的一个信心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诚心 我们的尊重都会表达出来 那对任何人来讲 我们都会尊重他们 我们会让他们欢喜地来结束这一段缘 我们自己也能够如理地 如实地来结束这一段缘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不会经常去找一些 没有必要的苦才事来做 那我们依照着佛陀他这样子的教法 我们集体的实践的话 我们可以从遮止这个恶法 也就是说从戒开始 鬼三宝之后从戒开始 来遮止这个恶法 遮止这个恶法 遮止这个恶法就是我 我执这个恶法 不是外面的事情 也不是外面的境界 遮止这个恶法 然后对于这个事不坏性 我们可以更能够坚定地去实践 去维护去掌养 那我们可以做什么事 安安心心地 很专注很设心地去修订 因为我们不会为了这些外在的事情去攀养 我们也不用为了这些外缘来去掌养 因为我们如实地接受了 我们把我执拿掉 如实地接受 如理地接受 然后以借这个禁命的方式 深律于 口律于 按照佛陀的教法 我们的心好好的安住在修订上面 那这个几乎可以到正念上面去 你就不会没事临时想到 什么人什么事在什么地方很讨厌 什么人什么事在什么地方很欢喜 就不会有这些事情 你在禅修 你在看书 乃至你在睡觉 在养习 你都能够安安心心地 当下可以做你的事 这是佛陀跟我们讲的 从发起信心到皈依三宝 到受戒 遮止这些恶法 我跟我执的恶法 然后对于这个事不外信 我法生戒 坚定不渝的信任 那我们修订就越轻松越容易 那在修订的过程当中 你的会 会跟着开始展开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外援 我们可以好好的观察思维 思维法意 观察这个法意 然后再增加定的力量 然后再由定的力量增加之后 再来增加我们观察思维的能力跟力量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对于诸法的事项 会看得越清晰 越明了 那对于这个恶无我 就是人无我 法无我 我们也会逐渐地观察明白 能够照见得很清楚 这就是走在圣道上面 只要走在圣道这上面 就可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往涅槃这个方向去 直取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那这一次的听闻佛法大概就简单 就讲到这里 我们从发起信心来皈依三宝 然后再了解这个初离的听闻 再了解这个英年果报的听闻 再了解这个业力 那我们在这方面的种种修行 种种的了解 就是为了要我们能够修定 这个定是正念 不是一般的那个死定 我们主要就是为了修这个 以六度来讲 布施慈戒忍入般若 不施慈戒忍入精进 这四个是修禅定的条件 那这个听闻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继续 阿弥陀佛 认识台湾救狗协会 及救狗园区 基于众生平等慈悲相待之理念 慈悲置业于2007年成立台湾救狗协会 原本是以收容弃养之流浪狗为救护对象 十七面遭扑杀 后因收养的流浪狗日益增多 进而成立专门照顾流浪狗的养护园区 然而园区的扩建速度 仍旧赶不上流浪狗的快速增加 于是令安置近三百只狗孩 迁移到中华护生协会的两所园区 令其获得安养 于2014年7月份统计 救狗协会至少救护了超过八千只流浪狗 目前与护生协会 共同护养近千只的狗孩与养护园区 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 救狗协会并长期提供素食狗资料 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爱心人士 以经常与护生协会合作 透过各类相关活动 呼吁大众重视生命 爱惜生命 使人与万物之间 皆能祸爱共存 消灭暴力之气 促进社会祥和 慈悲至夜高雄分会中山书方 举办清明孝亲报恩法会 4月1日星期六上午9点 礼拜慈悲三昧水灿 恭请广护法师祖法 4月2日星期日上午9点半 三十系列超度即蒙山师时 恭请会供法师祖法 法务指导法师领众 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 恰询电话072212323 072212323 静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瞻法义共睦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 佛教中山书方 法会直播 请搜寻脸书 佛教中山书方 慈悲置业花莲分会 城镇法会布置激动义工 值班义工半日班 环保主义工 香灯主义工 行政人员 共同发心来赔福 地点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038311673 038311673 敬请余慧菩萨 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上堂课当中我们讨论了第一个问题 什么是霞满 然而就算了解了霞满 知道了我们具备了条件和所在的处境 可是不知道它的利用价值也没有太大意义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讲霞满人生的作用和优势是什么 按照佛经里面的说法 并不是每一种生命行事都适合修行 比如在佛教宇宙观当中 四大部州里面只有东南西三个部州的人有能力修持佛法 而在天人当中呢 只有那些曾经在过去式精进修行 留下了非常深厚的佛法熏陶的欲天才有可能去修行 除此之外 所有其他色天无色天等各类众生 以现有的身心和状态是无法升起道心的 古印度《阅观论师》所写的弟子书中说 如来道所依能引导众生 是有人身德 心力广大固 道非天非龙 亦非非天德 非金翅持明 非父行四人 意思就是说 因为人心力量巨大 所以我们人类的身体 对于那些行持如来道 以六波罗密引导众生的菩萨们来说 是最好的选择 既不是天人 也不是龙祖 不是阿修龙 或者任何其他种类的众生 这些说法可能从道理上 大家都能理解 但是呢 一旦放在现实生活中 无论是四大步骤 还是非人天人 感觉上都有点遥远 很难立刻产生共鸣 所以我们就试着站在现代社会的角度 想一想人生的价值是什么 究竟能带给我们什么利益 首先呢 我们来观察一下自己的处境 可能很多人对身边的环境已经都太熟悉 甚至感到麻木了 所以要换个角度 从一种更大的事业来看看 我们到底生活在一种什么样的境遇之下呢 从我们所处的社会角度来讲 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和平面 既没有战争 饥荒 也没有天灾人祸 没有极度的痛苦和煎熬 算是过得安稳舒适 那么再从温饱的角度来讲 可以说是不愁吃穿 纵然日常生活中呢 也会有很多压力责任或者身不由己 虽然快乐的时光不少 但也谈不上事事顺心 所以总的来说 算是喜乐 参半 然而就是这种时而痛苦 时而快乐的人生 带给我们一个巨大的优势 什么优势呢 它能我们有时间又有动力去思考 然后去反问自己 我们人生的意义和目标是什么 实际上这就是佛法修行的动力和源泉 所以说假如每天的生活都是痛不欲生的话 是不可能有任何经历和机遇去思维观察的 反过来也是如此 如果每天的生活太舒适 安逸 像在童话故事里面一样 那也不会产生想要从中抽离出来的念头 谁想从美梦中进行呢 所以呢 从六道的角度来说 投生在三恶道或者天界都是不可能去好好修行的 正是这种苦乐参半的人生 才是学习佛法最好的过途 有苦有乐 有忙有闲 有闲有闲 有思考的能力 也有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机会 刚刚好适合修行 所以呢 啊 我们说生而为人 是六道之中最好的修行状态 不仅人生的状态 给了我们很大的机会去修行 而且我们的支付人生也是最好的工具和载体 比如说因为我们有了这样的身体 就可以去布施 顶礼 帮助其他众生 而我们的语言能力 让我们可以去 使咒念经 广传佛法等等 所有这一切善业 都是要我们身体力行 才能去积累和完成的 而相比之下呢 这些无形的众生们 就很难做到 不仅如此 我们的感官功能 让我们可以去聆听法教 或是去实践一些禅修的方法 我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让我们能够去进行各种观想和观修 而大脑的思维模式和记忆力 让我们可以去思辨 参悟佛法的内容 让我们不仅可以充分理解 而且能将真意融入自心 所以呢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去观察 都不难发现 人生的能力和作用 是很多其他众生都完全不具备的 所以说是望尘莫尽的 全角绷 展示 三角绷 念佛商净土